今天我們要來質疑到底這一次的立委補選是要選傀儡還是要選立委 我們在這個禮拜三的中常會通過我們10天的衝刺計畫 我們中央黨部特別印製一份文宣 現在已經在昨天送印了總共要印製7萬份 我們印刷完畢之後用最快的方式 在剛剛我講了台中地區第二選區 也就是烏大龍 霧峰 沙鹿跟大里的東西湖選區來發送 我們這個文宣的主軸最主要就是要呼籲這個選區的選民 在政府執政這麼差 總統這麼無能 只剩下13%民調支持度的總統 全國現在只有大烏龍 這個烏大龍這個選區 有這個機會可以用選票來懲罰13%的總統 那我想主席在113火大遊行當天的晚會已經說過 已經正式宣示 我們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要換政策 換內閣 換立委跟換總統 那在換立委這邊 這個部分呢 我們第一站 就是台中市的第二選區 立委補選 我們希望能多一席的立委 我們呼籲所有的台中人 尤其在這個地區的選民 我們要改變的志氣 用選票來懲罰 只剩下這13%支持度的總統 我想國民黨已經不需要多這一席的立委席次 來替這個總統增加光彩 我們民進黨需要這一席來增加國會制衡的力量 讓人民有機會好好的過生活 那我們也要呼籲 在這個選區的選民 我們要用選票來拒絕當嚴清彪先生的傀儡 根據公都盟的統計 嚴清彪過去四年多的任期之內 在立法院的發言只有四次 等於平均一年不到一次 被公都盟評選為待觀察的名單 是一個非常不及格的立委 而當年在台中縣議會 嚴清彪先生擔任議長的時候 兩年的時間用公款 用大家的納稅錢去喝花酒 一共喝了500多次 花掉我們所有人的納稅人的錢 總共1800萬 我們算一算平均一天要花2.5萬去喝花酒 等於25K 比現在一個大學生的起薪 22K還要高 那之前嚴清彪因為非法持有槍械 還有叫說他人頂替殺人的罪刑 這些都被判刑確定了 而且也入監服刑 那現在嚴清彪在地方打著傳承的口號 來推薦他兒子 我們不知道 嚴清彪先生到底要傳承什麼給兒子 是一個問政不及格的明代呢 還是要用公款來喝花酒的明代 現在地方都在質疑 他的兒子沒有專業 沒有經驗 沒有明代的經驗 他現在只有爸爸的背景 根本就是一個啃老豬 甚至可以說他是靠霸主 怎麼會有資格 怎麼會有能力來擔任一個立委呢 那我們現在更質疑 全國都在質疑 跟他同案被判刑確定的張清彪 當時擔任副議長以及蔡文雄 一起被判刑確定 那早在12月22日的時候 已經入監服刑 到現在都快一個月了 我們看到嚴清彪先生 還是在他的選區到處爬爬罩 還在替他的兒子服選 同案被判刑確定的人 都已經入監服刑 到現在一個月了 張清彪副議長 他判刑確定要入監服刑前 他用事務繁忙 有眾多員工需要安排跟照顧 照顧 兩度申請延緩執行 都被駁回 那我要在這邊特別要要求 法務部長要特別出來向全國人民說清楚 嚴清彪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入監服刑 難道馬總統你是要在選前 選情緊繃的時候 你才要來發肩執行嚴清彪先生的刑期 來讓對手陣營操作一波悲情的公事嗎 還是你要在選情最激烈的選前之夜 才要來發肩執行 因為馬總統至今 實質不像這樣複選 雖然說 嚴清彪要是補檔期 可是國民黨都是說從事複習下去開 可是馬總統都實質不下去複習 國民黨已經提名嚴清彪先生的兒子 來參與這一場立委的補選 那國民黨照道理來講 應該是要全黨都會下去複選 但是我們到現在都看不到馬英九 主席 下去當地複選 看得出來其實馬總統是相當心虛的 那我想 在這個選區的選民都看得非常清楚 兩個比較起來 我相信陳世凱是非常優秀的人才 所以我們全黨才會不分當地的公職 還是說我們其他各縣市的公職 甚至我們黨內重要的幹部 幾位前主席都有下去複選 那但是我們看得出來 就是至今國民黨的主席都還沒有下去複選 這代表說他們提的人選 可能他們自己都很心虛 好 我想請教霸女的東西 是下次下禮拜場會討論嗎 是成立行動小組 我想罷免立委這個事情 有我們的節奏 那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說 1月26這一席立委 我們要先能贏得勝利 讓我們在國會的制衡的力量 能多一份力量 那至於要成立這個小組 或什麼時候來討論呢 我想我們會再找時間來處理 很忙碌 感谢观看